会在海上飞的鱼见多了 在泥土里生长的鱼咱也司空见惯了 今天呢 大魔王来带你认识一下 这个一身傲骨的海中龙王 黛鱼 为何宁愿自暴 也不愿意让人吃到活的它 说到自暴 你的想象中自暴 肯定是黛鱼在水里面有好好的 莫名其妙被钓上来 哗擦碰一下就炸了 不到以为钓水雷呢 或者是金阁浅那种 堪比生化武器的自杀式袭击 殊不知这里指着 这个黛鱼体内血管暴体而亡 通俗理解就受内伤了 所谓是一身傲骨四丑飘 若是上岸就自暴 作为生活在离海面 20到40米较深的水域 黛鱼家族中分为两类 一种是深海带 一种是浅海带 经常被吃的是浅海带鱼 在这个浅海区域捕捞的黛鱼 那是不会出现自暴情况的 浅海带鱼活在海底 它们就是黑暗中飘逸的龙 身软如蛇 遍地油 头顶龙须不知仇 一旦捕捉到岸上 就是垂死挣扎虫 快刀除葬鱼已死 奔散万家人人吃 渔船捕捞使为了追求效率 会用渔网将它快速 从深海落水面上 借黛鱼的独白 本来我吃小虾唱的歌 突然就把俺们甩按上了 鱼民 你们特魔的 不讲武德 压强的迅速变小 而导致黛鱼那张破裂 要知道人家黛鱼是深海海域里的 才是大本营 海水 鸭墙 大到人潜水的时候 都在佩戴专业设备 专业的潜水员 已经能潜到十五米左右 如果鸭墙超过了人类承受极限 导致氮气受到鸭墙影响 进入体内的血液 再牛的游泳健将 也会出现昏迷的情况 意识开始变得模糊 迷腾的 会有生命危险 鱼出现自暴 也是同样原理 一旦鸭墙突变 导致鱼无法调整体内鸭墙 内脏破裂而亡 造成身体内部发生自暴 因为带鱼身体自带有韧性 即使鱼标爆裂 甚至内部组织器官水上 也无法把带鱼的身体撑破 所以丝面上流通的带鱼身体 都是完好无损的 侥幸有那么几个个别残缺的 就立刻成为了带鱼段了 为什么说 有人会在潜水区看到带鱼呢 原来鱼得鱼体型优势 细扁长长一身去了 游动的时候呢 是树子在水里咕咕咕咕咕咕的 靠胸骑背骑缓慢游动 当然呢 逃避捕食者以及迁徙的时候呢 还是会横过来 靠积极的摆动 让自己快速移动 此时 让人不得不想到 5.3亿年前的皮卡虫 相似的身形的区别是 这虫只有5厘米那么点 放现在不够你塞压缝子 通常带鱼为了觅食啊 白天时会游到较浅的地方 所以一些赶海人呢 会在潜水区看着带鱼 阴谋降临的时候为了保住小明 躲兵天底啊 带鱼则沉入这个海底深处 没有人干预 带鱼身体内的压强呢 经长时间的调节 还是会慢慢上浮到潜水 况且活的带鱼不是没有有 活的往往意味着 更低效率和更高成本的去获取 没力可图 自然抓的也是寥寥无几 不止餐桌常见的银色带鱼 人们难见到活的 即使长达11米的黄带鱼 更是百年难得一见 这体型这造型加上头顶龙须的造型 活妥妥的龙公使者 让这个大王乌贼都自亏不如啊 如果是你愿意吃火的带鱼 还是自爆后的带鱼呢 于是后人云 醉是深海留不住 带鱼此水岸上树 蒸蒸傲骨不屈服 我用自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